这棵四季菊已经种了五年了 到今年冬天冻的时候把它搬到了室内 开了好多的花 满树都是 整个屋子香气扑鼻 叶子太茂密了 花朵都藏到里面去都看不到了 养四季菊的初衷 就是希望它每年的春节 可以受过累累 给春节增添喜庆的氛围 大吉大利之业 这就是今年二月份 春节的时候 呈现出来的一个瘦果累累的状态 整棵树挂满了金黄的果子 让人看着就心生欢喜 这是之前我折了它满树的花 成功改变它的花期的结果 四季菊一年四季都可以开花 但是结果只是一次 而且从开花到果子成熟 需要半年的时间 如果能让它在夏天开花 那春节的时候刚刚好它的果子成熟 因为不是专业苗圃 无法在施肥跟温度上给它控制 所以只能人为的去操作了 在它不合时宜的时候 开花的时候就果断全部把它摘出 因为冬天搬到屋子里才开花 非常的不合时宜 一个是时间上不是最好的时候 还有一个是门窗紧闭 在整个屋子里太过浓香 闻久了难免会头晕 对人的身体肯定不好 因为今年的冬天太长 到春天来还很冻 到十一的温度可以拿出去的时候 已经五月份了 帮助室外它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慢慢缓过来 然后长出新叶 蓄势待发 等到它孕育花芽的时候 已经是秋天了 所以整个花期都往后延迟了 所以为了让下一个春节 能让果子刚刚好成熟 现在必须果断摘除所有的花朵 把花全部摘下来 花瓣掉了一地 摘了满满一大碗 冬天入始之前 给它施了些颗粒缓氏肥 整个冬天 它得在屋子里待上半年 纽绝席的冬天真的是太长了 希望它能安全过冬 明年开花结果一切如愿